那麼接下來有請臺灣藝術大學蔡介騰教授為我們致詞 各位隱蔚的嘉賓大家好 還有各位獲得獎項參加比賽的司法家 以及各位同學大家好 剛剛靜忠老師不願意上來講 我在講他是一個很謙障的態度 我們覺得對他的一個想法跟精神 他可以也打算 因為他在整個評審過程當中他也有參與 其實在這個活動當中 很幸運受到國家醫師聯盟聘任寫出一些工作 在一個社團活動以及跟學校的連結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檔 其實在一個學院的教學裡面 書外書系對書法的推展 以及對書法的一種教學研究 其實一直有長期的努力 源自於幾十年前 國立專創意的時期 但是這種跟民間的交流 似乎好像不是那麼樣的熱鬧 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產品 其實很高興 就是說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有很多的社團參與 那張立芳教授 還有這個像這個 兩位武一齊理事長 還有很多很多理事長 其實他們都參與一些工作 那尤其是一些事務性的 有他們的一個推動 跟一些熱情的一種呼喚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 其實參與的人非常多 總共有九百分之計 在一個第一次辦的一個 成果性的比賽當中 一下子就有很多的堅持 我記得這個執行長 說要堅持的時候 他也說要跟我說 他也沒有預料會有這麼多 但是也不辜負大家的期望 其實在整個評審過程當中 相嚴的情況 在一個第一次的出賽當中 其實有十一位這個出發家 以及社團理事長以及老師 大學老師共同參與評審 在經過第一輪的這個出賽之後 後面又有七位的這個教授 共同來參與這個決賽 那所以這個整個評審過程當中 經過很多次的這樣的一個評審 最後產出在座的各位得獎者 所以在這邊非常高興 看到大家的親愛領獎 那希望大家可以依照這樣的一個熱情 繼續的做書法的創作 跟書法的一個藝術的推動 那同時呢 就跟這個高中組的 以及國小組的 高中 國中 國小組 這個推薦者 做一個這個呼應 這個就是你們未來的目標 希望你們趕緊立下志願 你們往之前 這個財大 希望青車這邊等著你 好 最後祝各位一位家賓 身體健康 一切順心如意 謝謝 謝謝蔡健康教授